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伊朗的山寨能力是不是也很强呢 没有想到这次伊朗山寨的是 中国的飞弹 中国的飞弹做完之后 去打到了阿拉伯联合各大公国的运输舰 如果这个情形来看的话 伊朗的山寨能力应该跟中国有了变 这次事件发生在9月30号 9月30号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阿拉伯等等 现在几个阿拉伯的国家 不都是联合在对夜门的叛军 跟青年党进行发动攻势 最近在打 对 打得很凶 对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原本的那个夜门的叛军 他推翻了这个政府 让原本夜门的政府 现在变流亡政府 但是周边的阿拉伯国家 没有一个人对 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件事情 是觉得可以接受的 所以你看他们组成了一个联军 现在在毛钱修理这个夜门的叛军 夜门的叛军 他们居然在9月30号的晚上 发射了一枚 就是由中国大陆可能是授权 因为伊朗所生产的C802 就是伊朗称为奎达尔 授权给伊朗做 对 因为其实这个 因为中国大陆跟伊朗 关系其实还蛮好的 两边这个石油 其实过去 互相共有 买了很多的伊朗石油 那就不能叫山寨 叫授权 当然 到底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也搞不清楚 因为 就是说伊朗的军事状况 或跟中国大陆的军事 合作状况 说真的搞得清楚了 他们两个才知道 对 他们两个才知道 然后倒是比较好玩的是 这个被攻击的这个主角 HSV-2 这个高速的运输舰 它本身是一个人员运输舰 而且我们从这个照片上来看 它的这个构型其实很接近 你看 这样子一看 大家会觉得这个船 是跟什么玩意儿似曾相似 跟我们的驼江军舰很像 但是当然它这个船 比我们的驼江军舰大 它原本最早是美国陆军的 一个高速运输舰的计划 但是美国海军就不爽了 你陆军搞什么高速运输舰 所以就把这个案子打消 然后把这个HSV-2铲过来 这个好像是美国退役的 对不对 对 他原本在2003年的时候 在美军服役 而且他在第二次 波安战争的时候 还担任就是海豹部队 这个海上基地 在波斯湾作战 然后这个船在2013年除役 除役它最主要是让它租给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些国家 去做运输舰之用 当然其实他当初把这个船 退役输出去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HSV-2这个船 虽然说它是一个你看 它是一个滚装轮 然后也是一个人员运输 也可以当做人员运输舰 但是整体来讲 它是一个由澳洲的民间公司 所生产的一个商规的一个船 也就是它是一个商业规格的船 它跑得很快 你看 从后面这个浪 这样喷出来这个情况 速度有点快 它在海上 它又是一个双船体 那个破浪型的这个船 它这个船的速度 我们刚刚讲 在海上速度可以很高 跟我们的驼江来看的话构型很像 它在海上可以跑到每小时45节 什么是45节 大概多少 就是大概差不多快80公里 快90公里 接近90公里 80多公里 对 海上跑这么快 然后它除了能够运载人员之外 你刚刚看到了 车子什么都可以透过滑跳板 就是跳板直接的开进 这个船的肚子里 这是9月30号晚上 那个燕门的青年党 他们其实已经等很久了 看到了这艘快速运输舰 过来的时候对不对 然后他们其实从下午 就一直在追踪跟锁定这艘船 锁定它 对 它比较好打吗 当然因为它我们刚刚讲 它原先只是一个商规的船 而且美军也拿去当作 是一个运输舰使用 美军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附近也要有其他船 你可以看到这个影片出来 附近其实就只有这艘船 在那边跑来跑去 然后这个青年党 他们在战情系统上 你看他们锁定了这艘船以后 然后他们就发射了两枚 就是仿制了这个C802飞弹 运输舰是没有反馈的能力 它本身没有 装有那种进波防御武器系统 或者是足够 对 然后所以你看 飞弹发射出去以后 一开始其实大家注意到 就是飞弹发射瞬间 就看到它那个飞弹的加力器 也就是它那个固体的驻吹火箭 然后就烧完就掉下去 然后飞弹本身做一个 非常大机的一个回转 由此可知 这个不管是奎达尔飞弹 或C802飞弹 它本身的操控性能 其实应该是相当的不错的 因为C802飞弹 可以说是中国大陆版的 这个鱼叉飞弹 然后它发射以后 它击中了这个HSV-2以后 马上就让这艘船受到重创 而且重创之后没有多久 巨星这条船是已经沉了 当然这个船它本身 我们刚刚讲 它本身是一个商规的这个船 所以相对而言 它这个不管是抵抗 无力抵抗 对 或者说第一也是无力抵抗 第二就是它一旦被命中以后 它的损管相对来说 会比一般的军舰要差 然后当然这个HSV-2被集船以后 美国海军其实也有点小紧张 为什么 现在美国海军就加派了三艘军舰 到这个叶门附近 其中有两艘是神盾驱逐舰 当然神盾驱逐舰的话 你如果叶门青年 还敢拿这个C802飞弹 来打我神盾军舰 你们就来打打看 另外一艘是比较特别 他们是把原本在波斯湾 美军特种部队当作海上基地 原先是一艘两栖船 运输舰的那个庞斯号 就上面之前 我们也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过 又在上面试验雷射炮 又搞这又搞那了 他现在这个船也开到了 这个叶门附近 然后上面也在特种部队 所以你叶门的这个青年 要是青年党 要是在搞不清楚状况 拿美军的军舰乱打 他们就有得吃了